同好棒棒协助兽源这个受混在海外的国人 却被外交部批评说是以讹传讹 后来呢外交部改口说感谢帮忙 让他非常无奈 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英雄 事件延烧 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质疑声浪说 他是用黑道背景去救人 好棒棒今天呢自己也发了动态回应说 自己的确爸爸是有黑道背景 但从来没有害过人 相关的恶意攻击留言都委托律师处理 那么针对了整体争议 行政员长苏贞昌受访是换家 感谢各方的帮忙 其实从后到来我没有想要当英雄 我就是想要赎罪完之后继续搞我的笑 强调自己从没想过当英雄 YouTube影片创作者好棒棒 被视为柬埔寨事件的吹哨者 他上广播节目专访透露心声 谁会觉得说我就是想当英雄 我想当蜘蛛人 我想有超能力 但是我没有想要凡人肉体当英雄 这一路走来实在遭受不少攻击 棒棒在个人IG现实动态发文 他知道有人提到我老爸有黑道背景 但请大家讲话凭良心 从小到大都没看过爸爸去害别人 也以身作则叫他要帮助弱势 有一个黑社会老爸 跟他想救人帮人有关系吗 更何况他父亲已经过世七年 往事一役 那些说他利用黑社会关系 卖人救人抹黑的留言都截图给律师处理 棒棒认为好好的假日 不需要浪费在这些谩骂上 我们感谢各方大家一起尽力 这一个做法 如果还有未经济之处 或意见有不同之处 大家都可以尽力沟通 我们是诚挚的感谢 各方尽力来帮忙 行政院长苏贞昌亲上火线款夹 就是为了灭火 外交部先用以而传而说法 捅棒棒一刀 后来又改口说感谢协助 前后不一的说法引发民怨 现在政府赶紧应变 替救援国人任务 紧急支援 记者林家就换位财 那么多 那么多 字幕提供